这些都是厂里头接待客人剩下的酒瓶茶叶盒 可以当废品卖 卖乳精是给老干部改善生活的 东西吃剩了就把瓶子留下 谁要用啊可以去拿一个 这都是那会儿刘开会当车间主任的时候 总爱跑仓库 他带着我领这领那的 要不然我还不知道仓库里头留着这些东西呢 我们就拿着空瓶子空盒子给你妈送去 空着干吗呀 酒瓶子里头兑点白开水 茶叶盒子里头放点干树叶 掂量起来差不多就行 那怎么行啊 我头一回上门 我就这么糊弄赵母娘让你妈给知道了 非得气死不可了 我说行就行 不行不行 这样不行 你别速收出去了啊 算了 我还是出去想想办法 行了 你就听我的吧 东西也就是拿过去摆一下 我妈平时虽然是风风火火 但她根本不留心这些东西 她就是一糊涂虫 回头我就把东西给拿走了 她反正也不吃 总归是要送出去的 那等我凑够了钱 我把这东西给她换上 这总行了吧 咱这不叫糊弄 咱这叫借东风 这能行啊 不行也得行 要不然这么晚了 上哪儿去想办法 我太疼我没用了 我太疼我没用了 向阳 半文前能难倒英雄汉 有用没用不在这一时 咱以后日子还长着呢 你就听我的 明天啊早点来我家 我妈说什么呢 你就听着 你别紧张 嗯 妈 这是向阳的释放证明 您看看 四个大红字释放证明 我认识 姐放的放 喊什么呀 释放光荣 那向阳没出狱的时候 您死活就等着这个证明 这不好不容易弄来了 得给您一个交代 你这终于能来了 我还以为你让我老婆子 也得等个十年八年了 亏着我这命长啊 我要命短呢 还等不到这天 妈 向阳一回来就想要来看您 那不是不凑巧吗 她不敢来是因为太在意您 这不 这释放证明不办回来了吧 她连曾伯伯都没通知 第一时间就过来看您了 那我可担待不起 你说这八字还没一瓶呢 你先拿回去 让让你让你爸看吧 伯母 伯母 我今天来 是来提亲的 什么 提亲 这也不符合规矩啊 妈 咱都是熟人了 旧礼数什么的 咱就不讲究了 多嘴 这姑娘家家没修没臊的 这姚珂就是会哪有你说话的地方 妈 你这又是唱了哪一出啊 咱现在是新社会 不兴请没人那一套 再说了 请没人不还得包个大红包吗 我要有那钱 还不如攒着孝敬您呢 曾向阳啊 这个提亲呢 也得是家里大人来 才显得正是有诚意 你说啊 就你个小年轻的 拎这么两个东西 就算了数了 好好好 那 那我先回去 我这 这就回去 过两天我再让我爸 一起过来 不 您等着我 这礼还能用两回吗 妈 您看您这话说的 这要是传出去 还以为咱多贪图小便宜呢 我怎么了 我呀 你就这么心疼了 这还没嫁出去 你胳膊肘就往外拐 你走脱你妈后腿 我杨有啥用啊 您别怪小杨 是我 我不对 我不好不懂理数 您 您小塔要慢 您就冲我了 你说 我是贪着点小东西吗 当然不是了 伯母啊 这么多年 你只照顾着芳芳也没提前 这时间和精力 你都付出不少 向阳都急着 向阳感激 行了 别说那虚的了 伯母啊 您放心 我以后一定好好带小燕 你坐下 谢谢伯母 你说你一定能好好带小燕 是吧 那你说 你拿什么对她好吗 是 你们曾家过去是大户 但是已经破落了 你说你能拿多少钱 来给她办这个婚礼啊 你也不能让小燕 住到大街上去吧 你妈 你现在提法子的事干吗呀 你这不为难向阳吗 你说她刚出来又没工作 上哪儿找房子去 等以后啊 这以后是多久啊 你还能等多久啊 你都多大年纪了 你怎么不为自己想想 啊 曾向阳 你别怪伯母不尽情意 我呢 这是嫁闺女是吧 我一不图彩礼 我二不图大操大办 是吧 但是 不管怎么说有罪没罪 你这劳改犯的身份 就是委屈了小燕啊 再说她又等了你这么多年 哎呀 没办法呀 怨我 我呀 降啊 生出女儿比我还降 你说这些年我这当妈的 一哭二闹三上吊 我这十八般武艺啊 我轮番的使了多少回了 我也累了 折腾不动 小燕年龄也大了 你别以为她年龄大了 我就没有办法了 随随便便的就给她嫁了 我也是有底线的 你别插嘴 曾向阳啊 结婚可是件大事啊 不是你喊两嗓子 就能办成的事 是吧 你说你们家现在 一穷二白 要什么没什么 你口口声声说 对小燕好 你拿什么对她好啊 我告诉你 你呀 得先有个工作 有了工作以后 你才能分房子 是吧 那才能赚钱养家 你得让我知道啊 你有能力对小燕好 你有能力为小燕撑起一个家 你说 你这么多年在里边了 你们家是不是小燕撑着 你得保证啊 以后为她撑起一辈子 曾小子 你行吗 睦睦 您放心 工作我马上就找 房子我也会想办法的 小燕已经为我吃了不少苦 现在我出来了 以后天大的事由我来扛着 只要您愿意把小燕嫁给我 我绝对不会让她太吃苦了 我只让她吃甜的 她想吃什么我就给她买 她就是想吃天上的月料 我都给她摘去 哥 你说的那是月饼吧 好好 我就信你曾向阳的 我就看着小燕跟你降服 她等了你这么多年哪 你可不能让她白等 你要对她不好啊 老天爷都饶不了你 睦睦啊 我绝不失言 我正是请求您 把小燕嫁给我 来 先起点茶喝 来 喝点茶 别跑来了 来吧 让小燕 你看你们俩干什么 这什么呀这是 妈 曾向阳 你也是书香门第大户人家呀 你怎么干这么偷鸡摸狗的事啊 你是不是诚心啊 诚心含着我们陆家呀 妈 还有你 鬼迷心窍了是不是 张向阳诗人诗鬼也都看不出来 他离着这要破东西来提亲 你呀你让你妈的脸往哪儿放啊 这要传出去 妈就都没脸做人了 妈 你走 你给我走 妈 你快向阳那是我的主意 你的主意 你怕你妈占争家的便宜是不是 你们就合起伙来骗你妈 你就这么急着给他们当家去啊 陆小燕啊 你打的不是你妈的脸 你知道吗 你刨的是陆家的祖坟 你走 你给我走 妈 妈 妈 对不起 妈 妈 是我的错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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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亲姐母啊 你别见怪啊 向阳她着急结婚 来提亲也没跟我打个招呼 儿女的婚事是父母之命的 我这个当妈妈的 怎么能不来呢 你来得正好 你来看看吧 真的是你儿子拿东西来提亲 向阳 你怎么能跟你伯母开这样的玩笑呢 亲姐母 向阳她年轻 不懂事 向阳 赶紧的 来来来来 我这才是正式来提亲的呢 快来快来 给你伯母道个签 道个签 伯母 行了行了 你别叫我伯母 邓长风啊 你儿子也放出来了 你们家也团圆了 你们就赶紧走吧 以后别上我们家来 我们不贪这点小便宜 是不是 我们家小样啊就是一辈子架了出去 也不会往你们增家门里占半步 妈 哥哥知道我鞋坏了 他怕我走路摔跤 就把这钱拿去给我买鞋了 行了行了 别说了 芳芳 你的鞋坏了怎么不告诉我 小燕姐 你也没钱 我不想让你为难 亲家母啊 这个向阳啊 从小就是一个实在的孩子 他真的不是诚心想糊弄你 你看在芳芳的面子上 就给他们一个机会 这两个孩子情深异常 他们是真心想在一块啊 妈 主意是我出的 您别怪向阳 是我要嫁人我不计较 您也别犯忌讳 以后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加倍地孝敬您 这些东西又算得了什么呢 你说我是贪图这点小便宜吗 燕儿啊 你都多大了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 是你要嫁人 你要跟曾向阳过一辈子 你说曾家头一回上门 就弄得不干不干的 你是拿着曾向阳的手 我冲你自己的嘴巴 往后到了曾家 你怎么做人呢 清姐母啊 清姐母 见面礼我带来了 不成敬意 也就是送个吉利吧 你放心 燕子到了我们家以后啊 我们一定会好好地带他 还有 这个呀 是我们家家传的 本来呢 应该是向阳他妈 亲自送给燕子 今天只能我给带来了 我是真心希望 燕子早一点嫁到我们家去 我真心地祝愿你们幸福啊 空吧 下阳啊 来 给燕子戴上 敭幕 千错万错 都是我的错 但是我喜欢晓燕 我想娶她 我以后一定会对她好的 这些都是从我心窝子里 掏出来的话 黄黄 以后你想让我怎么样 我都会愿意的 你千万不要拒绝我好吗 我要是娶不了小燕 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安心的 小元 你说这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她到底是愿意不愿意啊 小燕姐 小燕姐 方方 你慢点 燕儿啊 燕儿 燕儿 向阳啊 昨天方方跟我说 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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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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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要来提亲 我怕你办不成事 我就赶来了 向阳 能娶燕子 是我们增加的福气呀